早上8点24分 气温15点9 隔壁昨天晚上来了一台 自行室的 还有一台脱挂房车 这边场地很大 我带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们在这个山坡上面 然后我们看右边有没有来一台车 应该是来了一台 有一台必行房车 这是下面是我们山顶上的 下面是房子 在我们下面 这是一个广场 早餐的话就烤两个面包 然后泡点茶就可以 还有昨天买的枣子 这边水果特别的 我先把我的面包先烤起来 多了还不好放 空气炸的模式 就可以 然后五分钟就可以 暖了 我们看一下昨天扎的水还是100% 这水箱还是蛮兼用的 我们看外面是个广场 天已经有点蒙蒙亮了 是个广场很大的 很开阔 太阳好的话 太阳能板发电都是100% 每天都 不用前面的车来放电 昨天都是100% 这个水要用掉一点 100% 我们每天洗衣服 就把这个水洗掉个50%左右 洗衣机也蛮废水的 30%到50%的样子 20% 有个股脂高的干活 这长得比较高 有优越感 这两个是胡子割的 午餐要多吃点 这个是给胡子扫的 5分钟就够了 那你先吃吧 这个勺子很好的 我们群里面泰哥介绍 是泰合金的 又可以吃面包 又可以搅牛奶 还可以挖这个豆子吃 那昨天晚上住在这边 景波族的一个广场 非常的开阔 景波族的特色 有四根柱子 那他们只有过节的时候 才来广场 平时都空着 那这边昨天来了 两台东北的车友的房车 一台拖挂 一台是B型房车 我们房车就靠着这个大树 边上停的 那胡子扫呢 在房车里整理一下 我呢到山下去充电 大概有三公里路 充满了我们就出发 我们到这个县政府 县级市市政府 这边有充电桩 把电先充上 好了 这个是一块三一度电的 充起来应该也还蛮快的 这个线比较粗的 看看它充电速度 一会儿就跑到78了 不到一分钟 78千瓦也还可以了 39分钟充满 这边休息一会儿就行 马上就满功率了 99.2就是100千瓦了 一小时100度电 理论上100度呢 实际上缺一点 昨天跑一个山路 能耗就直接降到12了 就用电 因为有能量回收 相当于百公里三升油 或者3.5升油 那我们看一下 昨天跑一个边疆的线路 是三路 去到缅甸的边境的地方 因为有一段山路 我们跑出来一个油耗是 零 油耗是零的 电耗是12 12的话相当于 百公里3.5升的 反正比较节能的 其实怎么样跑更节能 很简单 你用EV跑就可以了 用纯电 这不有一个EV吗 在你那个防板上面 调节也很方便 那么你怎么样来节能 你不要去管太多的 你就把电量设置到高的 然后设置强制保电 就可以 而且强制保电是带记忆的 我们看一下 它是带记忆的 我们点开车辆设置 到记忆功能的地方 有一个SPOT 就是运动机 还有一个是强制保电机 它就不会切换回去了 一直在强制保电的 那么强制保电 你怎么节能呢 很简单的 你切到电的模式 它就一直用电了 它就不会用油了 那如果你说 我想保留电量的 使动力更好的 那么你到时候再切换到 HEV 它就把你油发电了 你想节油 那么你就用EV 用电 你想储备更多的电量 更多的能量 那么就HEV 这个切换就比较简单了 不那么复杂了 因为你在强制保电了 你只要按一键 这里面切换 HEV和EV之间切换就可以 不要到里面去设置 那么麻烦 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电量的情况 油量的情况 那你想多留电 就用油 多用像节约油 那就用电 反正两选一 能量回收 我一般用较大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较大的模式 其实也很轻 要能量回收 轻轻的放在刹车上 轻轻的放上去之后 它就会能量回收 增加 加大能量回收力度 平时较大模式 就不怎么晕了 这个速度也减化的 比较平顺的 如果你想更平顺 就用标准模式 车辆也更新之后 有智能上电和智能下电 就是你把车打开之后 自动打开这个启动按键了 就不需要你再去按一下 这个启动按键 就不需要按了 它直接代替你这个功能了 自动上电 智能下电 比较常用的一些开关 在这儿 拉一下就可以 那这里面就会比较用得上 比如说悬挂 媒体音量 后备箱 橱双啊 这些还是比较用的 这个我已经关闭了 咖啡 然后请我喝咖啡 一个打哈机就请我 喝咖啡 也麻烦 自保电的话 你在这儿设置也可以 但是也要拉下来 你在开车的时候 不适合用这个 开车的时候 只适合调整这个就可以 车呢 就在这儿充电 这儿感觉很少有人充电 这地上都涨草了 然后这边还是不错 这边都是慢冲的 这是公务车了 白的 统一的 好像是北汽的 然后一排 丰田考斯特 这有三台丰田考斯特 这个好像是海诗 还是金碑 然后 这边的车 应该都是公家 一队一队的 成商纯粹的 都一样的 长得都一样 这边两辆北京的 北汽的 这两辆又是一样的 那边又有两辆 双胞胎一样 两个应该是帕杰罗巴 三菱的 一排一排蛮整齐的 都有充电桩 慢充不过 然后我们看这个考斯特 这考斯特呢 有一个上海的朋友问我 他说他有A2 想做一个考斯特 做房车怎么样 这房车是黄牌照的 这个是属于中巴 这个车呢 也有短的蓝牌照的 这个车空间蛮大的 也很霸气 毕竟是领导人也选用的 这个车辆 车身的动力啊 可靠性啊都不错 改房车的空间也大 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 所以你看到玻璃 从前到后全是玻璃 保温性就会差 这也属于B型车 它这个箱体呢 就是不是三明治的 就是原来的这个车身结构的箱体 啊也是平头的 空间是够大 就是B型车的缺点 就是保温 除了金属的地方 你可以做隔音 你这些玻璃怎么处理 全部要封起来挡起来 就外观也不能改 里面把它贴住了 还怎么弄 主要是这个玻璃的原因啊 你长时间住在里面 保温性是一个问题 车身也比较大 停车也是个问题 已经充好了 我们准备回去了啊 今天去往腾充 看一下有电量 有多少的充的 大概三十几分钟 我在休息一会 那边聊聊天 97的电量就够了 没有必要充满的 来吧 decisions 每次三到大